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又是我Net哥 蒋介森 今天有几个有趣的新闻想跟大家分享 好啦 其实没有几件有趣的新闻 只是一个新闻而已 那就是日本经典三岸拿卡赛 先说声对不起 这个影片来吃了 因为最近工作原因比较忙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一个赛后分析 首先我先说出 我整个人对这个日本拿卡赛的感受 就是两个字而已 意外 再加上爆冷 首先让我觉得意外的 相信大部分观众也一样 我们认为 RUN也就是那位超鬼比例的日本越鱼选手 他应该会在这场拿卡赛里转成Pro 毕竟纵观所有其他职业选手来说 他的天赋最好 比例最棒 要维度有维度 要健体感有健体感 要饱满度 那在这场比赛就不好说了 相同的 感度方面也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好 他的名字只不于小组第二名 他是全场都进入不了 现在我就放了两个视频来看看RUN 他两个星期前以及两个星期后 他的经济状态的分别 左边是RUN在日本区域赛成为了选场总冠军 右边那一个只是两个星期后 日本拿卡赛 他当天的经济状态 对于他的正面 第一感觉就是RUN的腹部糊了 整体腹部的切割度 清晰度并没有像日本越鱼赛 那个时候那么的好 第二个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RUN整体的体态让人感觉到匹配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在他脸上 他的眼带看起来非常的深 他的身上并没有散发出两个星期前的 神采飞扬以及非常自信的笑容 这个匹配感进一步的反应在他身体上 匹配的身体对于唐元的敏感度会降低 导致他冲炭的时候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的理想 除了正面冲炭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棒之余 他转身过后 我们也看得出他背部 整体的饱满度以及厚度 是比两个星期前来的更差 还是那一句话吧 匹配的身体冲炭是冲不好的 因此好的教练如果时时刻刻都密切关注出 他们的选手 他们就会了解 他身体开始匹配了 颅养的时间以及强度应该拉下来了 根据我的经验 通常都是一个星期前 叫他们的选手停止做有氧 如果身体真的非常匹配的话 三天前或四天前都叫我们别训练了 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天 才开始做所谓的冲血组 不过这个也是要根据教练他个人的经验 以及作风还有他的做法 总而言之 RUN整体的经济状态是有所下滑的 在这一个日本拿卡赛里 他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中的两个星期前 并不是他全部的失利 而是在两个星期后的日本拿卡赛才会展现出他的天赋 以及他全部的失利 不过我依然相信RUN已经是有了准职业选手的水准了 只要他呈现出的经济状态比他在日本取义赛的时候来得更加的好 甚至是在这一场日本拿卡赛更加的棒 未来的IFBB PRO卡一定有一张是属于他的 现在来到第二个爆冷 第二个意外 也就是这一位星太郎他打败了RUN 就是他在B组里打败了RUN 成为了小组冠军 然后进入到总决赛 为什么这位星太郎他能进入到总决赛 让我觉得非常意外 因为啊 在两个星期前 日本区一赛 同样在B组里RUN是打败过星太郎的 这个是我得知星太郎打败了RUN的时候第一感觉 不过在我仿佛观察看视频过后 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 RUN的整体经济状态有所下滑 因此被星太郎后来居上打败并且称为小组冠军 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进入到决赛 不只是星太郎一位 另外一位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也就是C组小组的冠军 大麦生 那么随着大麦与星太郎进入总决赛 我第一眼会认为大麦生应该会胜出 不过看来我的判断是错了 因为大家都懂 到最后星太郎是成为了全场总冠军 并且在那一天成为了RFBB Pro 你说星太郎他能够成为RFBB Pro 我意不意外 老实说 说真的 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这个也就是第三个意外 在评论两位的对比 我们先来看看星太郎他的体态 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星太郎他的肉量并不是非常的多 也称不上肉状健体 不过他的腹肌磕度确实是非常好 唯一的不足就是他腹部两边有两块肉 这个是可以通过双手插腰 就是把两个手支着那两个来达到改善的一个小技巧 不过星太郎三世没有运用这个posing 在星太郎身上第二个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胸心 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星太郎那个凶的风是比较大的 他背面有一点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的圣诞速 他的下背部是非常的深 这一点确实为他加了不少分 不过嘛 你要说他的腰特别的厚 也不是特别的厚 特别的宽 也不是特别的宽 背部唯一的亮点 就是他的圣诞速特别的明显 星太郎获得了全场总冠军 并且成为RFBB Pro 他是打败了全场第二名的大卖身 那这个就是他们两位的对比视频 正面的肉量 我们可以说大卖身是比星太郎更加的好 更加的大 当然比肩体并不是说越大越好 但是有一点我们无可否认的就是 当比一样的项目 另外一位选手他的肉量或是维度更加大的时候 这将会无形给他更好的优势 我相信大部分屏幕前的你们都会跟我一样觉得 论正面的话 大卖绝对是打败星太郎的 无论是从手舞臂 胸或者是尖去看的话 没有任何一点 星太郎是打败大卖的 除了在肉量方面 还有维度方面的碾压 我并不能够用碾压这个词 只能说好过星太郎 还有就是星太郎本身的 他那个尖腰比例 并不是非常的出众 非常的优秀 如果他有这非常出众的尖腰比例 就好像大H一样 就算是肉量不足 那个视觉效果 是可以靠这个尖腰比例 这个天赋去离补的 就算对手比你更加的大 比你更加的肉壮 会制造出一个假象 一个视觉效果 你并没有输他太多 不过星太郎如果是站在大卖的隔壁 他这个落点就展露无遗 当然我并不是说 越大去打剑体越好 不过就好像我所说 就有可以依靠非常强的尖腰比例 这一种天赋去离补的 不过星太郎很显然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所以以后他去打职业赛的话 要取得好的成绩 增加肉量去填补这个落点 无疑是他的上上策 就是说来到国际舞台过后 要与其他更加好的尖腰比例 肉量更加好的选手 那么星太郎确实要沉淀沉淀 去增加维度增加肉量 那么如果来到背面去看的话 第一眼我必须承认的 星太郎的背确实比大麦来得更好 因为他有着非常出众的下背 至于有没有到碾压的地步 这一点我就觉得没有 因为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能够看得见 星太郎的背并不算得非常的宽 也不是非常的厚 反而如果比起宽度的话 在正面放松大麦是比他更加的好 而且整体也是更加的厚 如果来到这个非常正面 去看他们两位背的对比 我唯一能给出大麦的建议就是 他可能在展示背的时候 要换另外一个思路了 因为大麦的腰并不算非常的细 如果他主打是一个宽背 而选择不把背下压 这一点会让他非常吃亏 尤其是站在腰比较细的对手隔壁 就好像星太郎 虽然星太郎 他的背并没有算特别的宽 但是他有很细的腰 而且他又把背往下压 主打呈现背的细节 对于这个把背向后仰这个思路 大麦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既然背部的宽度拼不过人家 那他只能拼的是细节 所以星太郎他在背赢过大麦的话 一方面就是他下背的功劳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posing的功劳 因此在背的方面虽然大麦整体是比较厚比较的宽 但是别人就会利用角度 利用posing 制造出一种视节效果 他的背的宽度 还有细节是比大麦更加的好 好了第四个意外的点 并没有在古典这个组别拿下卡 王翔无论是在间体或者是古典 他的成绩都是小组第三名 对于王翔我更多的是想讨论他在古典那一方面的表现 至于他在间体的嘛 我也不多说评论了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B主第一轮较出 如果我们单看王翔的个人展示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的干度 他整体的经济状态也好 是非常到位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大腿的肉量是不足 不过还好 他大腿的切割度是非常的强 无论是正面 侧面 还是后面 那个分离度都是在线的 而且整体的古典气息也是非常的强 那么来到第一轮较出四人对比的时候 王翔整体的古典感绝对是最强的一位 站在王翔隔壁的这一位 他拿了古典的职业卡 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们会发现他有大小熊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四位互换位置过后 他们做Pose上的对比 那么站在王翔最左边的这一位 他就是全场总冠军第一名 王翔他是第三名 然后王翔隔壁这一位第二名 最右边的第四名 那么和第一还有第二名相比的话 我们看到王翔的腿的维度 确实是不够他们出 不过如果是讨论到上半身整体的流畅度 以及宽度的话 王翔这个肩宽细腰会比两位更加的好 来到背面的攻二头对比的话 王翔还是输在了下半身 但是如果只是看背的话 王翔还有第一名会不分上下 防卫背的心态厚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来到古势头与腹肌的话 王翔以及第二名的那一位 我觉得王翔会比他更好 因为第二名他的腹部基本上是糊掉 做的真空服也不够深 虽然第一还有第三名的王翔都没有做真空服 不过第二名做的确实不够深 不够古典感 那么我相信裁判判给王翔第三名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不过如果王翔拿第二名甚至是拿小组第一名 确实也是可以 不过除了古典气息之外 王翔是没有任何一点是碾压对方的 因此他拿第三名也是合情合理的 既然做不到碾压对方受限于腿的维度 那只能在干度以及经济状态那一方面下手了 毕竟新太郎他已经证明了拿卡不一定要大 只要状态扣好能够看到下背部的圣诞树 你就能够拿到卡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想支持我做更多视频的话 一定要用上我的专属折扣码 Nexi去购买任何麦破镜的产品 以获得比官方更好的优惠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